這裡的東西都很簡單 所以題目也都很簡單 請問你誰是皮的元素符號 背 誰 B是棚 B是皮 BR是秀 BA是背 這個我是背過的 背完就會了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B 簡單嘛 問你元素 這也考過啊 很簡單 下一盒就鐵的符號 看完就這樣 來 那誰是贏啊 誰是贏 來 大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31 31 誰啊 多少 C 請坐 你的答案選C 贏的元素符號叫做 A G 啊 CR是誰 CR是誰 可愛小女生 CR是誰 只是背一背就好了 CR Number 2 2號 2號 豬 個 豬喔你相信他們喔 沒有 他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CR是個 元素符號 背完就沒事了 很簡單 小事一裝 好接著 好接著問 這也是簡單 金屬元素 非金屬元素的性質 請問你誰是對的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碱性 非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酸性 酸性會死 所以是變紅 所以A是錯的 大部分的金屬都是銀白色銀灰色 兩個不是 金是黃色銅是紅色紅中色紫紅色 所以呢 B是錯的 非金屬元素是電熱不良導體 所以C是錯的 所以呢 就只有 氹 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 液態 非金屬元素 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它 所以呢 答案就豬是對的 答案就選豬 OK 小事一裝嘛 好繼續小事一裝 請問你這樣誰是對的 這誰是對的 可愛大帥哥嗎 帥哥叫做二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你如果說不知道 你如果說不知道 蛤 你說不會 你說 感覺你有故意要傷害我的嫌疑啊 沒有 金屬只有一個 常溫常壓下 金屬只有一個是液態 其他都是固態 可是非金屬有固態、液態跟氣態 所以A是對的 A是對的 B的錯在它有一個是液態 就是狗 其他都是固態 第二兩道也對的 然後金屬是因為有延展性 所以不會被敲碎 C是錯的 然後石墨有導電性是對 黑色也對 可是它沒有延展性 所以豬是錯的 這個呢 就剛講過 考試考這個 誰能夠使分態變紅色 你就要曉得那個紅色是酸性還是碱性 你就要挑 你要挑金屬還是非金屬 然後要注意一下 我跟妳講過的 有一些金屬氧化在水中是中性的 這個要背的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12號 豬 豬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分態變紅色是碱性 碱性要挑金屬 那為什麼不需要B氧化銅呢 因為我叫妳背 氧化銅氧化鐵在水中是中性 因為它不容易水 要水 所以要挑的是鈴 氧化鈴 容易水變成氫氧化鈴 所以是碱性的 這就是 問一些有關於金屬元素 跟非金屬元素的性質 接著 這個 貝比 定比定律 告訴你我要1比8 那3公克要多少的氧 那既然告訴你1比8了嘛 1要變成8 那3要變成多少 24啊 因為質量比為定值嘛 定比定律啊 所以呢 這是寫成偉大的數學式啦 其實不用用想就知道嘛 1要8嘛 3就要24嘛 想就會小得 就24公克嘛 這叫做 定比定律 啊這個呢 SY2 什麼叫SY2啊 1個S 2個Y 是3比8 那SY裡面呢 SY裡面會幾比幾咧 如果SY2 1個S2個Y是3比8 那1個S1個Y是幾比幾咧 那麼12顆要配多少咧 12顆多少咧 12顆多少咧 啊 來 會不會再有一個要故意讓我傷心的大帥哥呢 有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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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4啊 4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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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3比8 Y是兩個 SY是3比4 所以12要變成叫3比4 這樣算出來答案就是16 16 ok 簡單 小事 這也算是定比定律 但是换了一下 这样几比几 64克的A 变成80克的AB 这个有一点质量守恒的想法 这有一些质量守恒的想法 然后再问你质量比 定比 这有一些是质量守恒的想法 OK 反应前总质量等于反应后总质量 OK 帅哥美女 现在要换的是美女 美女 抽不到美女 哎呦 掉了 9号 9 可爱小偷师大人 怎样啊 多少 4比1 4比1 这有质量守恒啊 64要变成80 就表示我的B就16嘛 反应前总质量等于反应后总质量嘛 那就知道就是64比16就是4比1嘛 就是所以叫做这是讲质量守恒定律 所以这里的学内容都很简单 考试题目也都很简单 希望各位呢 希望各位呢 都OK 没有问题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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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